以色列軍方發言人哈加里在3日公布 4名在10月7日遭俘虜的以色列人質 被乙方證實已經死亡 哈加里表示 遺體人被哈馬斯扣在手上 而私人都是在乙軍数個月前 对他们所在的甘佑尼斯地区 进行军事行动时死亡 因此乙軍强调会仔细调查他们的死因 如果我们不会谈谈 我们会做一个侵略交易 有没有希望 这些国家和以色列人 我不能看到他们回来 谁都还活着 如果这些日子不会发生 像这些日子 根据鱼谷 目前已经有超过70名人致死亡 这也导致移国国内对政府和哈马斯 进行谈判的压力越来越大 纳坦雅胡也在国会的闭门会议中表示 最新的停火协议 并不会影响以色列完成消灭哈马斯的目标 然而 之前多次表示 反对停火的极右派格员班吉维尔 又在三日召开记者会 威胁解散政府 虽然在以国国内对停火协议尚未达成共事 不过日前有美国总统拜登所提出的三阶段停火协议 已经得到了G7国家领袖的背书 同时 哈马斯领袖也表达对这项协议有正面的看法 但还未表明是否接受 环宇新闻发言之综合报导 请订阅按赞分享环宇新闻YouTube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